相较其他行业有退休保障福利 目前老农只有每个月几千块钱 老农津贴未来渴望突破了 农委会16号在立法院说明 未来具有农保身份 为领取其他社会保险的农民 每个月只要缴纳最低薪质的1%到6% 政府就会提拨对应比例到储金专户 满65岁以后就可以领取退休金 以现年30岁农民为例 若每个月缴纳1428元 65岁后即可领退休金 加上原有的老农津贴 每月共计26000元 可领至85岁 若提前离世 家人可以继续领取职制 届满为止 而这一项新政策一出 老农表示肯定 所以那个政府 现在在推这个农民的保险制度 其实是把它回归到制度化 其实这对农民的老农保障 是更好的福利 比那个老农津贴是更好的 青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 他们觉得他们是被保障的 所以他们就会更安心地在生产这方面 更安心 这个对我们农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变革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资格 我现在才55岁嘛 可是我从农的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 对那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是在保障那个青年的一个制度 那青农他们就会很比较有意愿去投入农业这样子 农民表示政府虽然只规定 有耕作事实就可以加入农保 但许多租地农民都拿不到农保资格 有人甚至耕作了超过十多年也未曾取得 还是希望政府能够落实无地农民可以参加农保政策 才有机会参加未来的农保退休心志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